好不过来看看这对父子 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当今最红的童心 小小兵在过年前他的通告接不完 昨天傍晚来到中天录影了 一看到我们所端出来的点心 他是兴奋的不得了 那么父子一起上节目 还有当年呢 跟小兵兵一起演戏的资深演员吴敬贤 他说看到这父子俩在打闹的情形 真的仿佛是时光错乱 每条岛街小巷 每个人里嘴里 前面这一句话 都是演戏 听唱歌的演戏的小小兵 难得开金嗓唱起赫岁歌曲 今天小小兵和小兵兵父子两人 为了新春节目献身 小小兵一到摄影棚 看见零食就欲罢不能 我拿给你吃 我拿给你吃 不过一下没汤匙 一向接受访问没法好好吃东西 等到茶洞一到口 小小兵马上乖乖听话 我想要吃饭了 想吃饭 平常很少吃到吗 天天才很少吃饭 乱讲 每天都在吃饭 现场还请来了资深影星吴敬贤 当年和小兵兵一同演戏 如今看见小小兵和小兵兵父子两人打打闹闹 直说快要时空错乱了 刚才小兵兵啊让小小兵笑哈他有没有想哈他 哈他一样 就像当年我哈他一样 对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哎呦黑马上也来一段 好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 不过被问到新年新远望小小兵可是人小志气大 希望我赚很多钱送爸爸很大的101送给他来住 哇101哦你怎么说我这个认网 不是说你想有买一个大房子吗 我是说买乐高的房子 没有乐高的 就买给你那乐高城堡啊 不要 不要你要10 豆豉的表情还有古灵精怪的回答 等到出现就会完整播出 正宣国王树张文树台北采访报道 好